我叫赵大锤 是因为本田粉 我坚信VTEC is the best 一日本田 终身本田 谁 干啥 没借我飞度啊 高转自息都应超跑 一点五自息也叫车 你这连引爆都跑过 也不怕给本田丢脸 清亮话懂不懂 你看啥车啊 这么牛逼 V6 当年我自己也错过了一台 大排辆V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chain me up Still speculating Never enough But soon you'll see I'm unrestrainable I'm uncontainable Any moment I'll have you begging Don't turn your back Oh can't you see That I'm untainable I'm unmistakable I'm hearing it all I hear it in my head Whisper it now Whisper it again Hearing it all And you see me As a threat But I can't What I'm doing You keep calling me A psycho Got it in my head Careful what you say Think you might be Right though You may be A psycho A psycho You keep calling me A psycho So that I would escape But I came for pain Think you might be Want to You make me A psycho A psycho 我叫赵大臣 万分没想到 我终于也开上了大排量之心 Yo 睿智 大后超 小排量那都是玩具 真的 你就应该开大排量 2.5V的 你买这东西上哪体会大后超的乐趣 人家现在那些1.5T马力都比你大 你倒缠是吧 啊 不对 交车传试的时候你能替我 都是V6后驱 怎么就没有驾驶乐趣了 动力好 这是什么 发动机 V6 错 这是5GR 人家隔壁IS 10年就开始用4GR了 位置可倒好 这么一台电盆的5GR 从初代一直用到停产 弱是弱了的 但好歹是后驱 操控好 操控好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前双插臂 后多年感独立悬挂 多运动的设定啊 现在二十万 你哪买得到这种配置 这元宝梁 本来V6已经构成了 你还用个铁的 你这后驱车 过玩儿怕是要推头啊 还有 你这 好了别说了 只有熟的 没有熟车 谢谢了 我就让你见识见 什么叫大后超 你要知道V6这种大排量发动机 前半段是需要蓄力的 你知道吗 它真正的精髓 在速度起来以后 这种源源不断的那种后劲 你开的越快 它的后劲越重 做完了我要加速了 来呀 来呀 来推我 来推我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来呀 来推我 啊 怎么一点推背感都没有 怎么都没有推背感 这不是再加速吗 只要再加速 它就是有推背感 是不是 啊哈 怎么是我想象这个日子 啊哈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 这本来就不是一台运动的车 你慢点开它试试看 慢点看啊 这个加速柔且顺 和这个变速箱匹配度相当的高 哎 舒服啊 这个旋光晃晃悠悠的 有点味道的 就是这油门 踩了感觉像没踩一样 前段有局位 加速还乏力 感觉脚底未掏空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头段蛮灵敏的 后半段就软掉了 快把Sport打开 快把你透支的动力补起来吧 又来劲了 瑞智皇冠这些车啊 油门都是 但是起步的时候调得很灵敏 到了后段你感觉好像加速的时候没必要深踩 轻轻踩一下 但是又没有动力 所以吧 平时你把Sport打开 你开起来就会顺手多了 啊 我懂了 Sport就是Normal Normal就是Eco Eco就是道理 你是不是这么理解 而且不光是油门 这个降档啊 也有有雨 雨不肯降啊 就感觉我突然降下来 它会影响平顺些 总的来说这车啊 这个条件还是太柔情似水 看来只能靠我高超的弯道技术来抵护了 坐稳咯 三成熟啊你 还学生在那玩飘移 谁能知道这车方向打了三圈都还没有道 方向感还模糊得很 一点沟通感都没有 我要是有LSD 我会撞吗 你要有LSD 你早就死了 因为这本身悬挂就软 那过个弯侧倾都快立起来了 你还学人家玩飘移 我早就跟你说 它就不是一台运动的车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它运动 说它操控好 人家那都是改的 对这车车底子倒是蛮好的 还能跟雷车通用配件 改装方案嘛也都挺成熟的 那就改 往死里改 一百块预算够不够 改 2GR现在情况好的 怎么有五万块钱一套 就算你去唐钢个3.0 那也得一两万 底盘还不止要改悬挂呢 旅元宝梁 短阳角 防庆杆 转相机 这些都要改 七七八八算起来 你改好这台锐质 怎么也要大几万了 这还不是最贵的 你要换台2UR进去 那直接顶你收车的价钱了就 怎么样 还改吗 改 不改 不改了 我改贴贴纸 其实吧我觉得睿智的颜值还是蛮耐看的 你看这个前脸小巧惊奇 这个尾灯深邃忧郁 这个车身比例修长协调 18寸轮骨 双边弹出排气 看起来就很运动 这个车开出去随便改到小包围 妹妹看来都忍不住说一句 凯美瑞 你看这内饰 沉稳大气 暗箭中控 复古便捷 待网眼的暗黑木纹别有风味 中年七七 别打杀 你就说这个配置放在十年前高不高 主副架 电条座椅还带加热 自动空调还是双曲 自动大灯还带清洗 两根雨刷 还是手动 不过不得不说 这后排倒是蛮大的 后背角度也不错 坐垫还挺软 不过吧 照现在那些新的B级车比 还是差远了 你意思是说 SG37空气很大的喽 后排带有个屁我给你讲 B级车 后排要可调 能放倒 这才可以 三系的后备箱有多大 三系500摄 什么 比我后备箱还要大20身 啊 好害羞 恨不得找个后备箱躲起来 哎呀我的妈呀 不管怎么说 这台车无论是舒适还是家用方面 我觉得做的还是蛮不错 蛮到位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Japanese quality 这台车开了10年11万公里 除了日常的保养之外 根本就没有坏过 这是相当重要的 09年那一批烧机油的问题 已经经过完全的优化了 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烧机油问题了 可能有人会说了 5架发动机 它有点老 而且没有海外的直喷系统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它最重要的是皮实耐用 喝92号汽油 保养又非常的便宜 不像某些新啊什么的 明明是家用车 保养少千块 还要喝95号汽油 这么比起来 这台车可以说是相当的实惠了 我也就搞不明白了 那么好的一台车子 它怎么就会停场了呢 瑞智从2005年引进开始 32万多的售价 就奠定了它高端丰田的地位 后期就算盖中盖版本的2.5瑞智 指导价也没有跌破过20万 3.0版本直接就30万起步了 虽然说丰田有着合资品牌加成 但10年前花30万买一台3.0丰田 似乎不如买一台盖版320 看着更有派头 所以现在市面上的瑞智 基本上都是2.5的 3.0升少之又少 而在20万出头的这个价位里 又有凯美瑞这个大哥作证 一样有2.5一样有6AT 人家还多了掀旗大灯 倒车影像大屏导航 你买回来瑞智跟经纪朋友说 我这车重置后续 双叉臂悬挂 你妈会对着你 就算你真的想买一台运动型轿车 要知道 当年钢炮比东京还要热 Golf GTI 福克斯 ST 随便拉一个出来 都能把它打得满地找呀 那我为什么还要买一台 看起来很运动 但实际上感受似的大脚车呢 你觉得玩自吸的和玩钢炮的最大区别的呢 可能就是心态吧 玩增压的喜欢刷程序 挑战性能极限 而玩自吸的 极限就摆在那不去用它 可能就去改套英雄 但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最关键 啥呀 钱 有钱老子玩V12 赛车手啊 还学人家玩飘移 我忘了 座椅舒适度 发动机 V 哎呦 小子都咋你 我咋 别打唱 哈哈哈哈 看这是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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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